中國人民銀行下調5年LPR利率 推動港股上週不明顯反彈 不過港股整體成交量仍未有太大改善 限制港股上限空間 加上港股上週誤作美國ADR市場轉弱 預計港股將區間上落 恒指支持會在20天平均時 投資者集中在本週再多加中資科技股公佈的季度業績 港股通上週淨流入收至2.2億港元 其中中海油淨賣入最多 快手和中移動淨賣出最多 其中中移動遵於本週三除息 預計50點平均線仍將短期阻力 此外恒新指數公司公佈季度檢討而過 新增4隻成份股 其中中芯國際中升符合預期 而中國雲橋中東方海外 獲納入則出乎意料之外 預計資金流將轉向這些新的成份股 尤其是東方海外和雲橋 個股推介方面滑潤之地 人民銀行再次下調利率 五年期LPR由4.6%下降至4.45% 由於抵押貸款利率以五年期LPR為參考 這次下調意味著房地產政策進一步放鬆 然而按揭利率下調 雖然有助刺激樓市銷售 但至少在半年後才會令到內地發展商受惠 但是真正令到他們的流動性風險感的政策 仍然未見到 而之前准許事項房企發債 只會受益於本身的優質資產負責給發展商 在放鬆政策仍未明確下 建議買入股價延時給中海外落後的華潤之地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提訴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授規股活動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 請人財務權益 請人財務權益 是否正進淨 先人財務權益 請人財務權益 一直在 裂